香港民營調查結果 六成三的民主派支持者反對留任 雖然貴黨的民調還未開播 不過香港民營造的調查已經見到民意 其實有35%是支持留任 有47%是反對留任 因為我們香港人的結果 但同步的電話測試 我一樣向大家報告 支持留任的是有37% 反對留任的是有41% 兩邊結果加起來都是反對留任的多 而我們香港人的調查結果 還可以分到受訪者的政治取態 大約二萬個自稱民主派支持者 有六成三人反對留任 學者說整體上 贊不贊成留任的比例相差不大 反應社會上未有一個很清晰的大方向 呼籲民主派有甚麼決定都好 都要清晰解釋理據 一年之後會怎樣處理呢 主張留下的議員 或者主張留下的那一派的人 能不能夠說到 如果一年之後仍然不能有選舉的話 他能不能夠作出一些承諾 即使我這次留下 我是定了一些期限的 他又問民主派留下可以做到些甚麼 抗爭起碼會是怎樣 總辭又要想下可以幫香港人爭取些甚麼 不論民主派留不留在這裏 立法會都會繼續開會 已經刊了獻 即10月14日會 即恢復會期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先不要說政府會推斷甚麼政策 建制派不是為所用為 但事實就是民主派會是完全缺席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說 已經接觸過香港文言 但未談細節 例如是決定性門檻等等 中庭叫建議民主黨可以用過半數 甚至是三分二意向做決定 如果兩者門檻都達不到 他便說民主黨要想好它